那包括您要提到了 如果我們未來在警察院的相關規定 我們在政黨如何的 包括權力救濟等等的相關規定 我們都沒有寫得很清楚 如果我們未來要規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行政部門也可以把這個規範 來做個更清楚的釐清可以嗎 其實這個我們也提到 國民黨的版本裡面 雖然是講監察院 但是監察院是不是覺得 他們在職權上還行有益力 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以及假如雙方認定有差距的時候 那麼怎麼樣尋就自己的程序去做處理 我覺得要例成法律的話 應該要比較周圓的考慮